那舅啊真是个老别一 家里三十多块银元都给我这五个 多给一个都不中 那这舅舅总共三十多块 给你这外事一下就给五块 这给了也不少了 哎呀我想那咱那带过一半的 他真是消气啊 我真是消耗了 过年我再也不上他家了 就因为给的银元太少 过年就不去他家了 对 这不合适 再说了这银元各家里都是传家宝 一下能给你五块 我觉得你这舅舅啊 也是非常疼你的 川家宝 前两年我去他家的腕 他柜子里边放了 大概有三个块 我准备瞧瞧的给他拿着腕 我正给他转 我口袋的正转着 转着有十来块了 被他发现了 哎呦 这尴尬了 他就给我要回去了 不是 老弟 咱作为男人呢 并且你作为外甥呢 可不能这样干啊 你即便想要这东西 你给你就说 你不能说你偷偷的拿 这东西不值钱 我也拿着腕 你不管他值钱不值钱 你说你去你舅舅家玩 你真的不注意偷拿他的东西 这就不合理啊 这都是俺请你了 这都不合适 主要是他讲的十来块 我要走了 要走了 唐老师你不能拿那一 那是 给我五块 给你五块 我呢这个 这个就啊 真是老扁爷 太小气了 闪人的腕 你不能只给我五块 你这妈再给我一半 对不对 不是你听我讲 嗯 这东西可谁家里都是传家宝 这一下给你拿出来五块 还少吗 这都是 也是跟老爷爷的东西 只不过是 哦 以前姥姥姥爷留的 对 我仔细算了一样 嗯 我这明年上天假的周星期 每次都买二百块钱的礼物 嗯 你算一下 我呀走了十来年了 这都花两天多块钱了 哦 两天多块钱 还不能还不能买 他十来块银元吗 对不对 嗯 我这一气 哎 你给我五块 都明年我几年 过年我都不去了 这太口门了 哎呦 不至于不至于 嗯 我觉得啊 你对舅舅是有误会 没有误会 主要是他消息 哎 我刚才就说了 不小心 你这舅舅已经非常大方 嗯 哎 说实话 你要换个亲戚啊 一块也不会给你 为啥 咱首先不说 嗯 他的经济价值 首先就说这银元 刚才你也说了 嗯 这是姥姥姥爷 当时留下来的 对啊 这都是传家宝 哎 明白不明白 传家宝能乱送人吗 你看给我 这不是拿过来都给你了吗 对啊 嗯 你想想你舅舅传家宝 都敢给你五块 这还小气吗 哎 不值钱了 再说了啊 刚才听你说 你这每年都去舅舅家 走亲戚 嗯 啊 每次还拿两百块钱的礼物 对啊 啊 这不说啊 十年两千块 嗯 是吧 但花三千块钱了 花三千了 十几年了 嗯 嗯 我跟你说一下 这银元的价值 好不好 我看了一下 总共是五块银元 四块都是原大头 呃 原大头呢 我看了一下 没有特殊版别 也就是都是三年的 像这种三年的大头 壁面上没戳没丧 这一枚 价值一千 就这外人还一千 对啊 这不是一个银子吗 不 是银元 是银子 但是这是民国的东西啊 中华民国三年 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刚才就说了 传家宝 一个一千 这四块大头 就是四千块钱 再加这个龙阳 我看这个龙呢 是江南甲臣龙 虽然壁面上有戳记 但是即便带戳 它也是龙阳啊 晚清的东西 看一下 光绪元宝 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带戳的江南甲臣 怎么着 也能值两千块钱吧 就这五块 六千块 不算多 我这十七年 花三千多块钱 利息才返一倍 等我下一次 趁他不再加的时候 我都给他拿吧 别别别 我发现你这人 动机不纯 不然是 这他请求了 我拿他的东西 都他给他卖了 当时我给他卖了 他问我要我说卖完了 他就拿着我 我发现你 你这个人不行 心术不正 东西 健保 我也给你看了 东西不假 价值也给你估了 卖给你 拿走吧 卖给你 不不不 我不收你的东西了 我觉得跟你这种人 做生意 你这老板 真是想不懂啊 有钱你不赚 不是你 你这人人品太差了 你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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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这老板 留下来这块 金多 收六百万 不买 六百万不卖 至少得是六百万多 对啊 老哥 咱们这块金砖 从哪弄的呀 现在看不出来了 我 以前是皇帝 兄弟 秦王的后代 皇帝的 皇主 皇帝的兄弟 对啊 皇主 对啊 我的天呀 老哥 您这家是厉害的很的 那看 不然要说 能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 那我估计 哦 雍正七年 哦 您的意思就是 您的祖上是雍正的兄弟 对啊 那估计 那家里面的传家宝 稀奇古怪的 那那肯定是特别多呀 这个事不能我钱提了 哦 我平常也不工作 不工作 没事了 就是 喝个酒 啊 打个泡 喝个茶 溜个鸟 就像清代的那种 是吧 贝勒爷要有贝勒爷来 审问啊 哦 那老哥呢 您这家是这么厉害 为啥要卖这个呀 啊 东西都卖完了吗 哦 家里没其他东西卖了 对啊 这是最最后溜了这一块 我的天呀 老哥有啥说啥的 这种金砖 可清代的时候 数量非常非常稀少 你要像银定 非常常见 为啥 因为在清代 液金技术不发达 提炼出来的这个银子 非常多 一般像大额交易 都是用银 或者是铜钱来交易 但是黄金 确实 像这种东西 一般都是赏赐给当时的 达管显贵 可不是吗 这是荒地商业 拿出钱的 哦 要不然我能溜到最后 那是 你像他电视里面 一招就是去吃个饭 拿个金元宝或者啥的 那都是瞎忽用的 你别说金元宝 银元宝你也用不上 你给点铜钱就行了 最多给点散碎银子 是不是 因为啥卖到最后 因为就是他价值高 哦 我说六百万就是保守价 保守价 你给 所以说一千万我就把他值 给一千万 他也值 那是 金砖 说实话 我建的很少 还是 你看落款是雍正年制的 七年 十分金啥的 那要是真的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虽然称不上国宝 但是你说价值千万 我估计也差不多 但是老哥 我看着这个东西吧 从它的重量上来看 我觉得不像黄金 有一句老话人家说的好 一寸光阴一寸金 那一寸黄金 它就一斤了 但是这么大一块 那明显的比 那一寸要大得多 但是我拎起来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一斤 是不是 重量不对 这绝对是老伴穿下来了 加不了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要不了老哥 您说您这祖上还是达官显贵 亲王之后 是不是 我这要不了 要不了 您还拿到其他地方去问 你是不是骗我了 我不骗你 我跟你说就说 这是现在 要跟国局来说 就我的身份 你干嘛都见不到我 那对那对那对 走了啊 行行行老哥 好 哎呦 拜托鸡 咋了 拜托鸡这有点问题 有啥问题啊 我刚才拿过来的时候 这可不是这样的了 你给我看看 咋了 是不是你给我换了 呃 您啥意思啊 就是来的时候怎么着 我刚才的 你看了可没有这啊 这这这这啥印的 这边是平平的 这边稍微有一个 凸出来的这个部位是吧 你说啊 不是老哥 你你也看着呢 我这用手拿着 我能把这个给抠出来 抠一个印吗 这拿过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样的呀 这刚才我拿过来的时候 干嘛就不是这样的 不是老哥 这这这这别乱 我要是拿个这个铁的东西 或者硬物 把它找一下 有可能就就变成这样的 但是我这用手拿的呀 老哥 咱都一直没有动 没换手 怎么可能是我弄的 那不行 你必须赔 啊 必须赔 对啊 不是老哥 咱别闹 您刚才也说了 您是亲王之后 是吧 达官显位 不能说因为这一点东西 这就就来找我们这 这出于啥 小老百姓是不是 你反正你这 肯定是我弄坏 呃 老哥这样 咱店里呢 都有监控 不行的话 咱等一会咱看监控 小兄弟 我也就看你面上 啊 要不然们 今天绝对不给你啥办 那是那是那是 我动议拿着 行行行 好的老哥 您慢走 您慢走 您慢走啊 您好 这是刚才咱们联系的是吧 是 我给你联系的 你给你给我包看看吧 我等你办法了 啥情况呀 就跟一个朋友 从我这借的无关关系 他叫他家长的东西 都拿过来了 还有一幅话 然后还有一个音乐 你还看这个话吧 我这也不懂 我这也不懂话呀 我这主要玩银元 哎呀 这排卖证书 这种下头 刘二景于1989年 我的天呀 这时间不短了 7月21日 在本公司 够以下作品 胡 哦 就这个话 你看看 我的天呀 咱对这个不懂 对这个不懂 你的意思就是 你朋友从你这 借了5万块钱 对 然后拿这个画 做抵押了 抵押 是吧 对 咱有啥是啥的 这个画 说实话 这我感觉 不像老的 你知道为啥吗 嗯 你看这这上面特别光滑呀 特别光滑呀 我才不看 我感觉像印刷品 感觉像印刷品 看这个落款 这个落款 看这落款也不自然 我觉得像落印刷品 你看这是 像印刷品 印刷品不都装饰品吗 你还是再找一个专门玩这个字画呢 朋友看一看 先把这个收起来吧 收起来吧 你不要看他这个证书 有证书没啥用 你知道吧 主要还是看画 能明白吧 咱先收起来 收起来 你意思不得找个转业看画呢 对 你不是说还有银元吗 对还有银元 我就是找方 行行行 没事没事 先放这 先放这吧 先放这 那有颗银元你给我看看 这个 哦 这个银元 对 就这两样东西 哎呦 恶噪 这个东西能打开吗 关关 保护盒打开 好 我这 这家家包打开 哎 这 这个银元 当时他咋说的 也是他家的传家包 都是传家包 哎呀 我这个人不懂是吧 我做转业 我见两样的 白刀肉 他拿着做地牙 我又吃大块了 哦 毕竟是朋友的 还不好看 这个朋友关系怎么样 咋说一般 一般 不是特别致心的 关系不是特别好 就这样跟你说吧 俺俩都是平常可好 说话可好 没有共过真事 他第一次向我借钱 我也第一次借给他钱 哦 就是还专门拿这东西抵押 对 我这样跟你说 因为刚才那个话 我肯定是不懂 是吧 咱不能说啥 但是这个银元 铁定是假的 银元是假的 银元铁定是假的 咱首先 看一下 这个银元 你看 如果是圆大头的话 比如说正面是人像 背面 他得是家和 现在这块银元呢 这边是 这个袁世凯的头像 这边也是 袁世凯的头像 并且这俩啊 这头像还都不简单 这是恶照 恶照的这个 当时这个九年大头啊 有两脚的 没有一元的 没有发行过 四柱臂都没有 哪来的 这种一元的呀 另外再看这一面 也是九年的 但是这上面有签字啊 大头里面 就属签字版的最贵 这东西如果说要是真的 这就是国宝级的了 你知道 国宝级的因缘 一般都得多少钱吗 那我能知道吗 那最起码 国宝级的都得上千万 你说他借你五万块钱 把这东西低压给你 那可能吗 对不对 再说刚才那户画 那画清代的 如果是清代的话 还保存的这么完整 那不是说三万两万 十万八万能买得着的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因缘 我看了 是假的 现代的工艺品 能明白吧 那画我不知道 你可以再找其他人 给你看一看 反正这东西肯定是假的了 你要这样你说 那画我几个在 转眼神经 给你再转眼看画 对对对 这个东西 我已经知道是家里了 那个画要是在这家里 我都照上家里 照上去 这个钱我也不介意 你知道 你知道他家在哪 是吧 那你借钱 你最近把你 虽然说管一 不是我多好 你最近把那找完 假的拿吧 这不是最紧的吗 那是 我那长时间 这不是玩假的拿 你这咋找大决 那对 你钱块借给他吗 那对 你证件都说 证件不容易往 借大概五万块钱 你听我讲 东西 反正这个银元 肯定是假的了 画 抓紧时间落实一下 真是找不到落实的 就先把这两个东西 给他退了 把这钱给要回来 这东西不靠谱 从银元上看 反正是银元是不靠谱 明白吧 明白了 明白了 好好 谢谢你老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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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抽的头疼 我给你练一两天了 你这一回你可累了 看看这 我订两千块钱不能 大爷 确实前两天 订了也事多忙 今天才抽出时间过来 这是碰到啥事呢 这么着急出手银元 我生一个孙子 我儿媳叫我给他拿五千块钱 儿媳叫我拿五千块钱 儿媳让你给小孩准备 见面礼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现在差 五千块钱给他了 给他了 给他留了 这儿媳非得 叫我去给阿孙子 带买个车子 买个车 他看好了 看好了 得两千块钱 来来不要 要好来 我的天啊 一个小推车一般不都几百块钱吗 来来不要 必须得买好的 买好来 让你给他买 让我给他买 他看好了 叫我几个肥带去给他买 他说的是三天吗 三天我都给你联系 这前两天 前两天我没来 这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那晚几天有啥呀 都自己家人呢 那不中 那三天那肥带买过来 我买过来 不中 不压意 我儿媳妇画法了 买过来 说了 他没我年纪了 不给我养老 叫我想上哪里上哪里 哎呦 那你这儿媳妇怪狠的 啊 那你儿子 就没说啥吗 你儿子不听你说话吗 儿子 儿子不当个娘 儿子还没有改家 哦 儿子在外地打工 对 哎呦 家里边都是儿媳妇说的啥 哎对 都是儿媳妇说了算 他说啥都是啥 你按理来讲啊 大爷您这应该两千块钱 应该也能拿得出来吧 没必要卖银元啊 也没有了啊 我前年都这没有事年纪了 给你打工 你有时候还不要 哦 给你上饭店呢 耍个玩耍个盘呢 哦哦 你约都拿一千八九百块钱 哦 咱咱断售 咱五千块钱 给他拿他 还叫免药腿车 哦 哎 也挺挺那个啥的 咱这个银元 估计是家里传下来的 这是 我 呃 那没有法了 咱能啊 只能把这个 只能叫这个卖了 出手 看能不能卖两千块钱 哎呀 大爷 你这既然跟我联系 那肯定之前也看过我的视频啊 哎 看过呀 这么多银元 说实话 也不止两千块钱啊 对不对 你这我这视频里说的清清楚楚 这大头我们只要闭面上 没窗没伤 我们收的是一千块钱一块啊 对不对 我懂哎 我看看这都脏了吗 哦 这没事 这确实老包姜 确实是老包姜 我大致看了一下 你看 总共是有五个大头 一个是二十三年的传扬 还有两个是小头 哎 两个是小头 像这种呢 大头和二十三年的传扬 价钱都一样 这样吧 一块给你拿一千块钱 啊 一千块钱 小头呢 我给你按六百 哎 这算下来应该是七千多块钱 等一会啊 我这样 那也 我给你戳个手 我给你拿八千 我看着您平常这生活也不是太好 你这样 你卖的钱千万不要再给你儿媳了 你他不是要两千吗 你就两千块钱 给他买个小推车 给小孩 是不是 对 剩下的钱自己留着花 啊 别让他知道 我放着 我看你这挺 从你这说话的这个 这当中 我就觉得你这个儿媳也不简单 啊 啊 经常都可厉害 可厉害 我这来话可难听 那是那是 呃 有啥事啊 有时候你也得给你儿子说一说 这有 不是不紧张 不带家 对吧 你这儿媳有时候做的太过分了 也不行啊 对不对 哪有这样的呀 啊 你给他说了叫他省起 不是还是能那么 哎 那确实 老人现在确实都挺难的 对啊 啥也不说了 我等一会儿给你拿钱 六千块钱放好 知道没 好 别让你儿媳知道了 那他要知道了 我估计啊 你这也放不几天 给你要走 是吧 我都不叫他知道了 那对那对那对 那行 啥也不说了 我给你拿钱 好 小舅舅这一次啊 可叫我害啥了 不给他凑够二十万宝拿梦 我那孩子都保不住了 你赶紧给我看看 这医院能知道我去 孩子都保不住了 看来这事情非常严重啊 这样 我先看看你的医院 哎 人命关钱 俺媳妇啊 静国存难题 他说了 不给他弟弟 凑二十万宝拿梦 都叫俺那孩子打掉 哎呦 这小舅舅 碰到啥事了 一下需要二十万 碰到啥事了 叫我看的都是活该 活该 春天天不无正义 假认情况啊 也不是太好 俺父母 俺那个老丈人 给岳父啊 都是不懂人 假的没啥钱 哦 正月又是好见 正月二十亿的时候吧 哦 给路边查 此业室来 给旁边的女女 操招起来 给人家干净了 给人家打个清仓 打架 对 清仓 对 然后前两天都进去 十几点了吧 拘留了 总于通议协长了 走了 抵于二十万 不协长 哦 得赔人家二十万 对 我的天哪 俺 俺 丈母娘 丈母爹 也是一百人 啊 没有欠 没有积蓄 这都落到过程了 哦 我跟媳妇结婚 有一年了吧 不到一年 哦 孩子六个月了 哎呦 怀孕了 你媳妇 俺媳妇说的 必须带帮她 因为她家里边 都在一个男婷 嗯 不帮不行 不帮你给我离婚 离婚咱呢 都叫孩子 旅边大了 一天 留掉 我的天呀 那也不能这样啊 他就这样 你需要啥办法 那等于说这个难题 这是抛给你了 对 家一家弄了 找都懒了 本来去的都花不少钱 钱都不让小舅舅给照 我的天呀 你看这事弄的 八万了 臭八万了 嗯 还查这个十二万 这个东西 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是阿姨的战友 推荐他买了 就给俺这个孩子留了 给小孩准备了 从来坐穿下宝 坐前面的一斗杏 哎呀 这小孩现在还没看到呢 还没出生 没看到呢 就要出手了 那孩子重要啊 现在这东西 还要出来 卖了吧 还能给孩子准备了 你不卖的都给溜了 你咋弄啊 哎呀 这事弄的 确定要出手了 哎呀 不出手不行了 你能给搞点的 给搞点的 那行 那我给你简单的讲一讲 好吧 要说啊 这老爷子对银员 肯定是多少要懂 不然的话 不会给小孩准备银员 哦 应该是吧 他战友推荐的 挺懂行 你看 这三个都是PCGS的评级 你PCGS这个评级公司呢 是全球最硬的评级公司 大家最认可的 哎 你就像这个 6MS 61分的广东龙 车轮赚光 还带五彩 明显的没有流通过 像这个东西就不便宜 你要是普通的这个广东龙啊 一般也就几千块钱 但是这个 PCGS评级 MS61分的 这价格就高了 状态这么好 像这个 你就给我的话 我今天也可以给你拿6万块钱 6万 对 就这一个 6万 那不少啊 这说明 还给孩子留了东西 补片一样 那是准备的东西都非常好 那你赶紧看那两 行 这个价格是最高的 然后再看咱们这两个是 北洋龙 北洋龙也都是PCGS评级的 一个是XF45分 一个是VF92 没给分 你要是按这个状态 这个品项上来说 那肯定是这个 更好一点 但是价值反而是这个 价值更高 你 其实他俩长得差不多 我估计你都看不出来 但是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年份 这个是34年的 这个是26年的 那肯定是26年的 给他招 也不是按这个年份来说 北洋龙有25年 26年 29年 以及33年 还有34年 25的不是最贵 26的最贵 26的在我们行内 这叫龙王 这会啥 他招啊 发行量少 所以他这个存实量也少 数量非常少 不然的话 怎么能叫龙王呢 这个品项上咋说啊 只能说是一般 流通痕迹很明显 好在这个龙林啊 还有这边的刺口啊 还非常清晰 像这个我估计啊 也能给个三万多块钱 哦 那够了 那够了 这两个都十来万了 那一个不能值三万 不不不不 这个三万多块钱 但是这个呢 他就价格就相对来说 没那么高了 为啥 你像这个是34年的北洋龙 虽然是XF45分 因为批核本身有溢价 他只要带分 他就比普通的裸币 他价格要高出很多 你像正常的 如果没没这个分数 一个北洋龙也是几千块钱 但是有这个XF45分 这就得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那肯定没有另外两个价值高 不过好在再加在一起 可加在一起 肯定是十万块钱 最低了 那这还不够啊 还差两万啊 那你这碰到极事了 有啥说啥的 能帮一把帮一把 咱能给高价给高价 那你这人不赖 我这种意啊 我还问完也了 又这个问好几点了 都你给了最高 人家都给我七万块钱 没有你十万了 有啥说啥的 碰到事了 咱就是说 不能说给你提供帮助 但是咱也不能说 连哄带骗子 把这东西给你骗走 对不对 那我就给你算算 谢谢 你好 想弄点啥 打念散事 俺朋友都上俺家去给我送财 送财 给我借钱 借钱还是送财吗 借钱两块钱 抵押一块银元 抵押一块银元 我的天啊 这银元可不简单啊 对啊 这是容装原相 原相共和 这你朋友 借你两千块钱 拿这个做抵押 对 锁了一个月还不了我 这银元都给我了 一个月不还你钱 这个银元就是你的了 对 不是老哥 你知道这块银元 能值多少钱吗 当时给他家 我都用他的手机插了 用手机插过了 二十万 二十万 不然的话我那两千块钱 咋会借给他了 哦 用一个月两千块钱 对 如果说是还不上的 还不上这个东西给我了 晚一天东西都是给我了 我的天呀 晚一天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 那现在意思 现在没还你钱 肯定一个月多了 一个月多了 我当时洗腻白相助 他借我这两千块钱 永远还不上财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 对 就是我来了 果然这一个月也没还你 他来传家宝 闲的都变成 我来传家宝了 哦 这是他家里的传家宝 嗯 你们当时查的是 元洋共和 嗯 二十万 对 不是老哥 当时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上面有一个英文的签字 你看这有几个字母 看到这个没有 看到那了 没看到 老哥 嗯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元洋共和 嗯 如果说 这是普通的元洋共和 就这品项 嗯 那确实现在市值二十万 哦 但是这千字版的元洋共和 可不是普通的 那是啥呢 属于当时的四柱样币 哦 所以它的数量 非常非常稀少 价值也非常非常高 您先容 我想一想 啊 不是这个钱之类 就是二十万 是钱之类二十万 快快 那更稀有了 那对呀 像这个东西 嗯 最起码都是几百万 最低都是几百万 两千块钱 我几百万 我得 我开心 哎呀 不是老哥 你那朋友当时 说这块银元 从哪来的 就说是传家宝吗 他假的传家宝啊 哎呀 老哥这个四柱样币 在民国的时候 可不是说 谁想当传家宝 留一块就留一块的呀 那是了呀 这是 啊 反正都是 他给他家 后组念了 这东西稀少得很 嗯 只有在民国 当时的达官显贵 才有这东西 对 并且都是四柱珍宝 怎么可能到他家呀 这谁索了上聊了 他住上 索不定国具 是有钱人 那我这看着 币面啊 嗯 可不咋对 也不可能 绝对对 不是老哥 你先听我讲 嗯 B面 首先这个 绒装原相啊 嗯 主要属他的那个 哪个细节做的好呢 就是他这个帽子上的 英带 嗯 就这上面的红英 嗯 细节做的特别好 一根一根的 但是这个 嗯 细节做的不咋样 这明显的 没有流动痕迹 但是他这个啊 英带明显做细节不对 另外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鞭词 嗯 你转了一圈之后 整个都整齐划一 明显的不对 不可能不对 你别挑毛病 我知道那这一行的规矩 啊 就是我私底下我压架 然后从中间开一道 不不不 你都只说 吃多钱 老哥 你想差了 你想差了 这东西 我收不了 我只是跟你说 这东西 我看着不对 假的 吃多少钱 吃多少钱 对 呃 我看这个厚度的话 我估计也不是银 嗯 这东西在古玩街上 我估计能花二十块钱 能买回来 二十块钱 对 在古玩街上 二十块钱就能买 别闹别闹 我有心肠面 你闹 本来法担来 你给我弄个二十块 老哥你这样 你听我这样说 这东西 嗯 还找你的朋友退了 要把你那两千块钱 嗯 还给要回来 想象一下 如果说能值二十万 嗯 他会借你两千 就往这一放 不理你了 这这这 这不对啊 这这这 这肯定不对 您的意思不上大了 老哥 嗯 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对不对 那你不贪小便宜 不吃亏 我这也不算下小便宜 找你那朋友去吧 不要点快 能给要回来就要回来啊 我再看 安公公盖房子 挖地机的时候 挖出来个紧缘毛 听说官知五六百万 这是真了吗 挖地机能挖住金顶来 这运气可逆天了 这样我先上手瞅瞅 这老人宝贵的很 嗯 说了我不给他生个孙子 都不给我 这年头的 俺才生个孩子 他才生的给 这个金钉 是刚刚挖出来的吗 嗯 那不是嘞 这都挖出来四五年了 挖出来四五年了 对 这是俺老公公的 捞房子 他管漏水 这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俺公公回去叫房子 把了 这挖地机的时候 挖出来一个 挖出来这个东西 那包备了很 那是 然后我给他要了好鞋 他都不带出口的 要了好多吃 一直没给你 不给 算了 连叫剑都不叫剑 剑都没剑过 嗯 然后就我给他 要了次数多了 俺婆婆种于吐口的 说了 我给他生个孙 他都叫这东西给我 哦 这不是年头的 俺不是才要的孩子吗 嗯 我去找俺婆子去了 哦 那你得给我 你当成说的给 你都得给 那是孩子都给他生了 孙子都有了 是吧 是了 然后俺婆子没办法了 就这给我了 把这东西给你了 我一看 这很好看的 这紧面包 然后我都赶紧 装人打顶啊 问问 我网上人家说了 都这一个小银元毛 关支五六百万 哦 你在网上找的专家 对啊 给你估价了 我这不是法债了吗 五六百万 那是 这金钉 说实话 很少碰到 因为我 经常碰到的 有银元 银钉 常见 但是金钉 确实很少很少能见到 有啥说啥的 刚才听你说 这是老爷子在四五年前 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 是了 那你们都没有到金店里面问一问 这是不是金钉吗 那还用问吗 这肯定是了呀 那你们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三金首饰 有啊 给他一样一样的 我都对 一样一样的 确定一样一样的 肯定啊 要不然人家官给人处五六百万吗 这样 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回去啊 再仔细对比对比 我估计肯定要比黄金 颜色要轻一些 这有 这明显的花轻啊 这叫淡黄色 黄金是金黄 颜色都不对 这东西咋说呀 从它这个造型上来看 应该不是老的 你虽然说 隔老房子里面挖出来的 但是这也不是老的 明显的这个跟金子 没啥关系 就说这个金钉吧 重量这一块 拖在手上 确实有重量感 但是这因为这是实心的呀 如果说换成黄金 还是实心的这么大个 要比现在的重量 我估计啊 最起码重个三倍以上 这是黄铜 不是黄金 这咋可能啊 俺这也不是没了 也不是咋了 这这安装挖出来的 嗯 这会有加的动力吗 这东西啊 我判断着 我估计啊 应该是你们家老房子 以前可能老人 比较信风水这一块 可能就是把这个 这种咋说呀 算是假的金元宝吧 埋在地底底下 算是图一个好罩头也好 图个好寓意也好 这是以前就是风水这一块有关 但是这东西 确定不是老的 也不是真的 让我看的话 这无非就是一块黄铜 刚才听你说 还找了网上的专家 给你估价五六百万 是吧 是了呀 最少五六百万 最少五六百万 我的天哪 呃 什么鉴定费啊 什么拍卖费啊 给你要钱 最后东西卖不出去 你把这些 你给他的钱这些都废了 那都是骗钱的 骗的 能明白吗 他连东西都没见 也没摸 就就拍个照片就过去了 黄金的话 必须得上手 跟这个银元还不一样 必须得上手 因为黄金最大的特点 就是黄金的密度 19.3 这东西明显的密度达不到 重量它没那么重 它肯定不是黄金 再看它这个工艺 这工艺 你 它也不是这个以前的工艺 你可以前那种胶素 它促造工艺非常粗糙 表面还有底下 没有那么平整 没有那个啥的 所以这东西肯定是假的 跟真的没有一点关系 我能信任你 你可再给我看好了 我可都靠这个东西发财了呀 靠这个发财 我估计你发不了财了 这东西确定是假的了 一点疑问也没有 好吧 来这东西您还收起来 东西不对 您好 想弄点啥 这俺老公都脚尖的撒熊朋友 都是些胡朋友 咋回事啊这是 这他结婚的时候 俺老公给他税两千块钱 这都俺结婚了 税一块钱 一块钱 当时都有个期会了 您说的就是这个 十两 这个可不是一元的硬币呀 这是银元 啥不是啊 那上面协助一块钱 我又不是不认识这儿 那确实是一块钱 那中间肯定是有误会的 一点误会也没有 是俺老公啊 从头到尾都给他这个朋友仪式 一点都不像着我 不像着你 对 这当时你叫咋回事吧 结婚当天不都来了吗 对对对 来了就给了红包 我当时我一磨 一颗鬼后来 这肯定不值两千块钱 我肯定点回事多 我才敢一看 就是这个 就这个破网友 当时我都要年重了 我跟你说 饭都没了 可这吃 哎呦 结婚当天你红人走 这不太合适吧 他过哪一块钱都合适吗 等于说就是你那个老公的朋友 他结婚的时候 你老公给他随了两千块钱 对 现在给了一个一元的硬币 那肯定是不开心 那肯定了 哪有这么抠门的呀 以前都不想玩 我当时就给他老公抄一下 我都给他抄一下 他也不像着我 他说的 他这个朋友管你呢 肯定这不是说 上面写的一块钱 那简单 只是一块钱 因为我说的 这才结婚 你都不像着 我都像男朋友 这还管我管 胳膊肘有点往外拐了 你先别生气 我跟你说 这确实是误会 为啥呢 这是银元 不是一元的硬币 确实是上面有这个一元两质 但是这个是晚清的呀 你可以看另外一面 大清银币 宣统三年 宣统年 就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 宣统皇帝 那时候铸造的 你不要看这上面的面子是一元 但是在当时 那个银元的 他这个购买力 也是挺大的 像这一个 我估计得七八百块钱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七八百块钱 七八百 当时是七八百 放到现在 已经一百多年了 能明白吗 这是古董 古董外建国 那俺甲里边 用那小小的 可多 你能给几块钱一个 那你说的肯定是铜钱 他比较大 他时间可不 那是 铜钱比这个银元 时间还长 但是铜钱 他这个 当时的铸造量大 并且现在的存实量 也非常大 所以他不值钱 但是银元不一样 银元这玩意 他少啊 并且他的当时购买力就非常大 古董 你那个老公的朋友是吧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用心 为啥 你看银元银元 有一个谐音 银元 也就是对你们美好分音的祝福 这是一方面 另外 你说你老公当时给他随了两千块钱 对啊 现在你知道这个能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 大清宣三 龙阳三剑客之一 并且是国内银元里面 最漂亮的一个 我看了一下这个壁面 龙面这一块 全部细节都在 还有一点酱彩包浆 整个龙林云朵都非常清晰 字这一面 字口清晰 两边的花枝也很完整 壁面没有任何的滑桑啊 搓剂啊 这么好的品项 这一块最起码能值一万块钱 一万吗 对啊 我没有看错呀 整卖给你 管卖一万吗 你给我的话 我现在我就可以给你拿一万块钱 但是我觉得呀 这个东西 首先是人家给你们的祝福 刚才就说了 这放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放在家里当传家宝 都不为过 现在卖了可是有点可惜 我都说我老公嘛 他这个朋友不赖不赖 我老公还不想 我太高 你不是刚才说 你老公像着朋友吗 我那不是给他生气 到气头上了吗 他不像着我说话 我其实还觉得 他这个朋友不赖 平常都一块出去吃饭 对呀 这么好的朋友 怎么可能送一个一元的硬币呢 只是中间有点小误会 这都不算啥 我会把他那样老公喊脑 听到带去吃饭去 对对对对 这么好的朋友得好好处 是吧 走 好 谢谢你老板 没事没事没事 我叫他媳妇这几块 嫁上银银 卖了 叫卖了钱 还给他老丈人 以后给他断钱 老哥 听你这话意思 好像对岳父岳母 非常的不满意呀 这罗伦后子做的太过分了 必须给他断钱 断钱 啥还不说 你先给我看看这几块银银 自作钱 行行行行 大头 还有北洋龙 小头 看起来银员都没问题呀 这样老哥 咱在地上 要不然万一掉地上 把品项摔坏了 刚才听你说 咱这个银员 从哪来的 这是我媳妇的嫁妆银员 嫁妆银员 给了这几块银员 洋装备的一个孔碧羊 他楼梁楼坐了 确实是对岸椅子都不好 不好 然后裁钱 他那边不是裁钱了吗 裁钱款 保一百多万 你岳父岳母 房子裁钱了 对 保了一百多万 对 保一百多万 那一分钱不给 一分钱也没有 把他拿出门的贵女 不整 那也是 这 相见 住院 看病了 就让他谈钱了 就让他对钱了 对钱和媳妇 给他拿两万 拿两万 是这 你媳妇是不是 下面还有弟弟 或者哥哥啥的 一个 小舅子吗 一个小舅子 怪不得 那要是 没这个小舅子 那裁钱吧 肯定给你们分点 是吧 那既然 等于说这是 拆钱款最后落到 你小舅子手里了 都给他 兄弟了吗 哦 这几年又住院了 你走个气成啥呀 几年又住院了 嗯 还要拿钱了 你说看 这两年吧 住生意 还没挣着钱 那是 一家老小还得用 那是那是 确实这两年生意 这两年生意 确实不好做 确实是拿不来这个钱 然后我来看看 能不能 能不能 那那裁钱款一百多万 是不是先拿出来 我等我正如天了 那么以后再给你了 对不对 那对呀 他竟然这样说 我要是 给他拿钱看病 就上法院告 其中 不是 这是谁说的 这话 老丈人 老丈人说的 对呀 说就是 现在看病 需要花钱了 要是你们 不拿钱的话 去法院 起诉你们两口的 对呀 我的天呀 那做父母 那不能这样啊 你说去年 意思就是住院 你们就拿了 两万块钱 对呀 花了三万多万 让媳妇 给他拿两万 花三万 你们拿两万 哎呦 这不对呀 你小舅子 当时不是 财钱款都给他了吗 他不 就是吗 我现在说一事 这个东西 卖了 卖多钱 都给他送 以后给他断钱了 断钱 哎呦 其实你媳妇 在中间 其实也挺那个啥的 是不是 家在中间 也不容易啊 我媳妇是说不出来 但是他不能这样 对了 那是那是那是 哎呀 你现在的意思就是 等于说 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 给了四块 嫁妆银元 那皮箱肯定不值钱 呃 两辈子估计也不值啥钱 意思就是 把这值钱的卖了 把这钱 给你老老人送过去 对 以后 反正就没 没啥关系了 您这个事 他就逼了 确实是没办法 哎 还有这样的老人呢 那也是 哎 那是 不说了 不说了 那我这听起来 我就觉得挺生气的 比如说有好事的 没你们啥事 哎 不分给你们 这不过你老人生病 需要用钱了 再找到你们了 再不给钱 还要上法院告 这确实是不合适 咱说银元吧 这个是北洋龙 34年的北洋龙 品相不错 你看字口还算清晰 有流通痕迹 最主要的就是 他这个包腔挺不错的 你看他这个有点 降彩的包腔 非常不错 像这个 我能给到3000 给了不少 不少 然后 没事 懂不懂 没关系 不懂 咱也不能骗人 对不对 这个大头呢 是个九年金发 你看明显的 他这个 卖盲 第二个 是币盲 币盲的话 他就是酒精 但是虽然是酒精 但是他这个法思 不是太好 像这种的话 也就比普通的 贵个 两三百块钱 普通的大头是1000 像这个 能给1200 可以吧 可以 这个是小头 小头算在门 国内银员里边 价格比较便宜的 像这个 也就600块钱 这个是大头 不过这个大头 没啥板别 品项不错 全身的 并且这个 加盒面啊 你看他这个光 还非常不错 这个能给 能给个1100吧 平常1000 给你加100块钱 行不行 你看这 这个隔一块 能躲见 我有钱给他送 是这 因为这个 嫁妆人员 各家的一般都是 穿嫁宝 确定要卖了 卖 肯定要卖 跟媳妇商量了 他不能拿 他不给我拿出来 我拿出来 那行 那就我给你算一算 行 好嘞 你好 想弄点啥 你看这玩意 值钱不值钱 啥东西啊 这是 以前的大洋 以前的大洋 我先打开 瞅瞅 这还不少 100块成 100块 对 这一块是50块 这一块是50块 我的天呀 从哪来这么多 这都是跟二爷的宝贝 你二爷 二爷爷的 你二爷爷的都给你了 对啊 这我卖了 让你卖呢 由那轮到我卖吧 我实际上给你讲一下 二爷这个人 年轻时候打无了 他无儿无女 都是没结婚 二爷爷 没结婚 无儿无女 现在他希望我 他想让我给他养老 让你给他养老 他的意思 先叫这种 卖了 看够不够养老钱 他说是够 但是我得留个血 因为我害怕 二爷现在还年轻多了 才70多岁 我这随便养养的 养个十来年 我害怕钱摆不够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的意思 现在二爷爷无儿无女 但是他留的有这个姻缘 对 然后把这些姻缘给你 然后让你给他养老 那也行啊 自己二爷爷呢 你也别记 行上 我也钱不够了 我可不够接这货 他我得养了十来年 你也不能吃亏 对 这不是小事 天呐吃我了 喝我了 这咋东 哎呦 那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吧 你知道 这一百块银元是吧 呃 即便都是这种普通的大头 现在一块一千 你现在这玩意 咋真的贵的 以前我小时候卖的过五六块 一个二三十都卖了 二三十 嗯 那你小时候估计最起码得二十年前了 嗯 差不多 那你二十年前一块也就一两百 嗯 你卖一二十估计是人家骗你了 小朋友那是普通 嗯对呀 那小孩人也肯定不会给你高价 那反正这东西确实能值钱 你二爷爷总共是一百块 嗯不是嘞 啊 还有二百块的 还有两百块 对 他总共三百多块 我的天呀 那你二爷爷这存货不少啊 这我卖十万块钱啊 你这样说 那你这最低是十万啊 那如果说是里面带版别啊 或者啥的 那肯定价格又更高了 这种啊 我算了一笔习账啊 嗯 二爷 呃 管活十年吧 我现在给他算 活了八十岁 他一年我给他花一万块钱 也总共啊 这三十万我把他溜着自己跑了 我的天呀 那你二爷爷把这传家宝都给你了啊 你怎么着 你不得对他好点 这老头我跟你说 随便给他 给他饭 够他吃 够他喝来不就行了吗 哎呦 那你这 还吃不着啥好懂你 那你这弄的有点太寒酸了 不寒酸 我这个人 二爷爷看我出名 他知道我要挣钱 没想到我挣那么多 我挣了二十块 我的天呀 那你这今天拿过来是 就就要准备出手了 对 这十万钱卖了 明天再给他养到二十万要费 那你先 先照顾老人吧 你对老人好 我估计老人肯定最后 把这些剩下的音乐肯定都给你 我想跟他说不直接 钱不够 我再给他要二百 二百块拿过来 我不是够缓了 散热了 我小杂一阵子 那你小杂一阵子 到时候 那你二爷爷到谁 谁照顾呀 我照顾 你照顾 你没钱了到时候咱弄 我吃啥 他吃啥不就行了吗 慢慢来 慢慢来 你不能一下卖完 你先卖这一百块吧 卖这一百块 然后好好对你 照顾你二爷爷 好好带老人 我没想到这老网位 收的 那也都活不胃的 那你不能这样说你二爷爷 你这 弄的 是吧 我再看看这边 我看看这边 懂的 觉得是真的 都是真的 你模样懂的 那我看着也没啥问题 确实 确实一眼开门 你这二爷爷以前是干啥的 这咋 放这么多银员 我也不知道 他干啥了 你那时候是不少挣 我忙着挣钱了 都是没结婚 找那个女的 他不愿意 找那个女的 不愿意 最后想结婚了 你也不喜欢他了 那你这啥也不说了 我给你 一块挑挑版别 然后呢 如果有版别的 给你挑出来 因为刚才说的 这个一千块钱一块呢 是普通的价格 龙的值钱不值钱 龙的值钱啊 这里面我没看到有龙的呀 那二百块 有一百块是带龙的呀 一百块都是龙的 对 我大天的 那龙的值钱 最低都两三千 那贵的一两万一个都有 你知道吗 我买五十万 我洗衣服 洗弄了 我回去得好好地 给他说说 给他买的好吃的呀 别着急 别着急 好好带老人 最后都是你的 你真要是说 你你得把东西给 给弄过来了 然后你卖了 你再消耍完了 到时候老人咋弄 老板你才迷的 这五十万 先揣着斗的 是这人 说不定那天 看我不孝顺了 他找其他人养老去了 我这五十万 不是得不到老板 那你孝顺那不就完了 对不对 没好吃的 那行那行 我先给你挑挑板吧 好吧 老板你给我看看 我媳妇这 嫁妆银员值不值钱 如果说不值一千块钱的话 就玩让我媳妇 黑点黑 嫁妆银员的话 一般多少能值点钱啊 这样我先上手瞅瞅 我媳妇啊 他都属于那儿 来三天不搭上枪 剪划的人 广大的便宜 懂于糊弄我 你说这 老丈人那口门的人 他能会拿着 直接的东西 赔价吗 银员看起来没啥问题 都是 公博评级的高分 MS64加 开国小头 上面是孙中山 车轮转框 品项也非常好 你老丈人 怎么说呢 也不算抠门吧 这品项也挺好 再说 刚才听你说 这打媳妇 这不太好吧 现在娶个媳妇 那么难 他都 他都改了 你知道不知道 这俺刚结婚 那时候吧 他出去上门 他一个月 挣四千块钱 都是一发了过 都是李妈 带乖乖的 四千块钱 都带给我交过来 全部给你完 他答应给我了 他不给我 他一个女的 他拿钱的 是不是 那这媳妇挺好啊 这挣了钱 都给你 合适合 你看 这最近 前几个月吧 以前都是给四千 现在前几个月吧 他给三千五 我说咱们的 他说的 他也得消费 然后现在到这个月吧 这都结合了 到现在一毛钱 还没有给了 我问他咱们的 他说的 他老板给他 没有发过 拖钱中了 你要他不带给吗 我的天啊 老哥 你这不行啊 这就因为 媳妇工资 还没发下来 你就打媳妇 他都得给 他都不知道 他钱到底 法没有法 谁知道啊 不是 咱作为男的 说实话 你不能说 光脏脏嘴 给媳妇要钱啊 这咱俩说好嘞 咱俩结婚之前 都说好嘞 结了婚 他得要我 他自己出去 下班挣钱 咱们 结了婚 你媳妇养你 他出去上班 你不上班 你不工作 那必须的 他咱这都是 结婚之间 说好嘞 我的天呀 老哥 咱做人 不能做这样的人啊 作为男人 咱不得出去 挣钱吗 你说那都不是 那都是没有本事的人 像我这 假的地位 稳固了很 都是他在 出去我挣钱 我姐要钱的 他就要管管的 叫他爸给我 拿过来的 嫁妆爷爷给我 拿过来的 找我钱 卖了 看钱 叫我华卓 看这关支一千块钱 不管 工资没发 然后说 先把这个卖了 你卖的钱 你先拿点花 我的天呀 你这 这么好的媳妇 你不好好珍惜 还天天打她 这怎么能行 不给钱 他都得给打 不给钱 都得给打 一千块钱 我估计 你是小看 你老丈人了 你要是普通的 这个开国小头啊 确实价格不高 因为这个小头银员 在这个咱们国内的 这个老银员里面 价值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种 他不是普通的小头 车轮转光 没有流通痕迹 公伯给的是 MS64加的高分 像这种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能达到这种级别的 100块里面 顶多有个一两块 像这种价格就高了 一般像这种银员 得2000到3000左右 即便你今天给我的话 这一块我也能给你2000块钱 没啥问题 就是一个关 这两千块钱 对啊 这两个就是4000 这还不少 这赶紧给我手牢吧 欠给我 不是老哥 我刚才听你说 这是你媳妇的嫁妆银员啊 老丈人给了啊 对啊 这嫁妆银员 一般搁家的一颗 可都是当传家保留着了 你这就因为 他这个月 他没有给我发工资 他他赶紧 你赶紧我手牢吧 赶紧 我要钱 得全哥们吃饭 你们 不是老哥 就你媳妇一个月 没发工资 就要卖嫁妆银员 这不合适吧 你平常 没有存款吗 存款的是 存款 他给我的不是 正好够我一个月 开始了吗 这个月 这个月花完 下个月再给你媳妇要 对啊 他下个月他发了肚子 他再给我拐碗脚了呀 我的天呀 你这也是极品呀 自己不上班 你媳妇给你的钱 你的花光 是这啊 刚才听你也说了 这是你媳妇的嫁妆银员 你要卖这个呢 领着你媳妇一起来 我能收 你现在自己来 我还真收不了 再说了 这东西刚才就说了 这是一般都是传家宝 就为了眼前 就为了请朋友 吃顿饭啥的 就卖这个 真不合适 你别管理人了 你赶紧给我签吧 不不不 不行 这东西我收不了 收不了 再说老哥 我有啥说啥的 现在娶个媳妇这么难 你还有了媳妇 你还不好好珍惜 你还天天打 是不是刷脚 我还不动爱你 你去其他地方卖吧 这还不动 这听说黄金 可涨价不少 我准备叫俺老太爷 留下来的金佛 卖给你 老太爷留下来的金佛 对 我在家承诺了 两斤黄金 重量两斤黄金 对对对 老太爷能留下来 黄金的金佛 那看来你们家主上 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确实入住家 其实啊 这还得给佛有缘 跟佛有缘 对 我听俺老太爷 就是一辈一辈传下来人说的啊 之前在俺老太爷期间啊 那不是乱吗 俺老太爷就去少林寺党和尚 在少林寺出家 做和尚 对对对 俺老太爷这个人非常崇明 审得党是他们的主持 就是 就是 方丈 对 就是老姨 习惯 哦 昨天就准备把俺老太爷 提拔为这个候选结巴人来 但是俺老太爷以这么有知识 知识要换书 换书 对 按那个 那个注册啊 建杉万六 但是没有办法 一周指向啊 就送了一个警服 给老太爷 你的意思 这尊金佛是少林寺的这个方丈 送给你老太爷的 对 就那个大领导 哦 他说了 你属然说换书了 咱们也有输家地址 对 你一说警服啊 你别忘了这个 就学了董基 哦 你的意思 这老太爷 还是方丈的爱徒 那肯定了 哎 就是凡俗的时候 还专与专门给他打造了一个金佛 你想想啊 两斤换年 并不是说任斗游了呀 肯定特别喜欢他 那我林导确实重量 应该是两斤左右 成过了 两斤 两斤 嗯 那等于说就是拿过来之后 就是一直当串家宝 那肯定啊 传到现在 对对对 哎呀 你想卖多少钱 想卖多少钱 我想那现在你看一公斤的话 不得个一百万 黄金 一公斤一百万 那不对 你就按现在黄金五百块钱一克 一公斤的话是一千克 那应该是五十万呀 对不对 就那个股东的那个啥东西吗 不能春菊麦啊 哦 你的意思就是那老太爷那一辈应该是民国 对 反正就是比较战乱的一时候 对 放到这么长时间了 有一个古董的价值 那肯定啊 老董仪不都得比邪董仪贵吗 那确实 那真要是以前的金佛 古代的 那确实它肯定是比现在的金子要值钱 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着吧 我看着这个颜色 不太对 咋不太对 咋不太对 要是黄金的话 应该比这个颜色更金黄 这有点像黄铜 会不会是当时方丈啊 给你老太爷这个 这个佛像是铜的 那不可能 不是咋不许吧 因为这个东西 到安甲之后啊 椅子就是耗尽 椅子都是用心溜春着的 可能就是时间长了 弄点长东西 你插杂就好了 不对不对 你看这里 生绿秀了 还有底部也有绿秀 如果是黄金的 它肯定不会生绿秀啊 黄金不会氧化的 放多长时间的都不会氧化 另外啊 我刚才看这个 这个背上面的地方 你看 这会不会这黄颜色 是刷上的铜漆 或者啥的 你看这 那这不会吧 一代一代的锁的都是紧缚 这不是刷漆的时候留下来 这个痕迹 会不会是 这个歪不通 反正都是锁的都是紧缚 会不会是 紧缚啊 国际类这个 黄金不存的 不是不是 说实话 你要问其他的 就是玩银元的 看这个 估计还真看不懂 但是我能断定 这东西 它肯定不是黄金 我以前搞过首饰啊 你就这么大个的 我看着这还这么厚 如果是金的 它不单单是两斤了 我估计四斤也打不住 最起码得五斤 那会不会含银量不够 就你说了 一半的黄金 哪来的含银量啊 含银量一半的黄金 那跟金子没有一点关系 颜色也不对 再看一个它这个 这个底部吧 这个包浆 这我觉得它也不老 它也不老 虽然有点绿秀吧 这绿秀的时间也不长 这也不是老的 我觉得这东西吧 只能算是你们家的佛像 但是跟金佛一点都不沾边 你这说了 起来把了 我也不太懂 你这样吧 你能看多少钱 你能要吧 价格不都贪了吗 多少钱我能要 多少钱我都不能要 为啥 因为我是玩银元的 我不玩这东西 再说这也不是老的 我要不了 不好意思 你给我鼓个价吧 你既然来你店了 大老人员了 鼓个价 那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你怎么着不得个 四五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对啊 那你这样吧 你别四五百了 你给我一钱吧 一千块钱卖给我 对对对 我要不了 我不要 多少钱我都不要 你再去问问其他人吧 你不是你刚才卖一百万的东西 你现在一千块钱都要卖 这咋能行 还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就你说的很专业啊 我想说我 你都以为他是花年 就你说的 他可能不是花年 也有可能是花年 对不对 那你 一千块钱给你了 你捡个大便 不不不不 四不是黄金 我都不要 真要是黄金的 那说句实话 你那一百万还真买不住 还是古代的 对不对 那你这样说的话 一千我不能给你了 对对对 我再给别人下次要搞一点 对对对 婆婆给我这三样东西 让我找过他两个月 你给我看值钱不值钱 要值钱了 我都伺候他去 不值钱了 他上上拿去 我看您手上拿的是黄金锁镯和银元 这样 我先上手看看 行吗 我回这个锦中桌是家里 这两个银元都是家里 他就得拿这家董银元来忽悠我了 一般婆婆给儿媳 怎么可能给奖东西呢 这两个是圆大头啊 明显的这是喜过 给我的时候 阿婆给我的时候 这里边啊 五级八黑的 他咋了 我看我男人 我也有味 我先连有 小年有那个洁面子 给那个苏大夫 给他耍了 给你耍 耍到最后也没有耍掉 没耍干净 我先回到家里 有人这个银子 他会越耍越亮 你看一边亮 一边不亮 你听我讲 这上面最黑色的 我估计就是老包姜 民国的圆大头 放到现在 已经一百多年了 很多老包姜 估计已经入股了 所以你可能简单的清理 是清理不掉的 不过你婆婆 为啥要给你银元 还给你黄金手镯 让你照顾他两个月啊 有人跟那个婆婆 他签子不是省病了吗 他省病了 然后住院了 这些人不是处院了 需要人家照顾他俩月 那你这挺孝顺的呀 还照顾他俩月 俩月 跟老公意思 每时间还不得出去挣钱吗 他给我赏两张 让我去照顾完婆婆 那也挺好啊 然后照顾完婆婆 我肯定大家要好处费啊 我可以找 要好处费 那肯定了 你不能我白照顾 你照顾自己婆婆 还要啥好处费啊 再说了 这不是给你的这个有这个 什么大头 还有黄金手镯 当时我说这话 他在隔壁屋天年了 他里面一笑着我说 媳妇你放心 妈 我不能让你白白照顾我 你看我给你准备好了 这三样 一个几周镯 两个那个姻院 这三年还是跟婆婆以前 她的婆婆给她的 哎呦 那你说这俩啊 银元还有这个黄金手镯 都是传家宝 对啊 你婆婆的婆婆 给她的 给的 然后现在传到你手里了 准备给我的 那挺好啊 这说明你婆婆非常认可 你这个儿媳 你不然的话 这东西 他不可能现在给你啊 关键是啥巴 这个锦桌子 他没有表示 没表示 你也一般 你也带的那个 我带戒指啊 这个手里 他都用那种紧印 就用的那个表示 对对对 还有戒指是吧 是的 这我招了一拳子 一个都没有 那你刚才也说了 这不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吗 不是你婆婆的婆婆 给传下来的吗 对啊 那以前那么长时间 会有标示吗 现在的黄金手镯 它肯定有标示 以前的哪有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黄金手镯 我拎起来啊 绝对是黄金的 没有一点问题 等一会儿 我跟你撑一下 你跟婆婆这个人 平装了 你都不说 可口嗦嗦的呀 可为过可为生啊 以自信的黑 你淡淡老妹 一点东西 他都说你 他会那好心 送我那重的手镯吗 是 这一块得有200颗 我感觉 你要是现在去今天 买这种黄金手镯 一般都是空心的 但是这这明显的是实心的 你可 这以前哪有空心的 这都是实心的 我给你乘一下重量 行吧 那种 你给我扯着 哎呦 113克还多 那重磨着这 你婆婆 为了让你照顾她 这回可是下血本的 这100多克黄金手镯 现在黄金 五六百块钱一克 这100多克 六七万了 再加上这俩 银元 这大头银元 虽然是洗过的 但是壁面上没啥伤 底板还非常好 像这一块也能值一千 你想一下 这能值多少钱 就不少钱了 对 得有七八万万 对呀 呃 说实话 你婆婆生病了 作为儿媳呢 就应该咱照顾 真说实话 真东西 啥也不给你 咱也得照顾老人 对不对 更何况还给你 把这传家宝都给你了 你更应该好好照顾老人 我回去呗 我得用心来 好好地照顾完婆婆 对 有啥吧 她家里边 还有好几块 都这个 别拿到来 银元 你最好好的对待老人 这以后 这东西肯定都给你 你别看老太太 这以前 就是你说 生活上很抠门 或者啥的 对 都一样 老人家呀 以前苦日是过惯了 都特别节省 对不对 跟咱年轻人不一样 但是她省下来的东西 这都是给你省的 对不对 把这东西好好放起来 不单单是传家宝 还值那么多钱 不得好好带老太太吗 你别说老板 你说都得 我回去 你马上 我几个 几个跟她 婆婆做海蜇鲍鱼 我家吃香喝辣的 我家照顾这吃香的 那是海鲜鲍鱼 倒不至于 但是一定到 把那个老太太 照顾好 是吧 谢谢你 没事 没事 好 你好 想弄点啥 这田上让我发财 身都当不住 天让你发财 这是啥呀 老哥 今晚 今晚 过去 上面有落款 我先上手瞅瞅 我的天呀 老哥 乾隆年字 清代的 今晚 这上面还有 镶嵌的还有宝石 红宝石 绿宝石 是龙面子 我的天哪 这里面是啥 是鱼 还是龙 龙 是龙吗 这边是龙 是不是这边是凤凤啊 你看看 看不出来 有点像鱼 有点像龙 这东西 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没见过 我的天呀 老哥 这今晚可了不得呀 看看能不能 值一个亿 值一个亿 我觉得这要是老的 乾隆年间的 这一下 做工这么好 那值一个亿 差不多 我这一次可退了 我都准备 上香港去买房了 去香港买房 不是老哥 你这个 咱这个东西 从哪来的呀 从哪来的 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不可泄露 那你会不会是 什么盗墓啊啥的 搞出来的 人家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老哥 你这到底从哪来的 这来历太大了 你看这 光这四个字 乾隆年字 就吓人 我给你所思了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不能告诉别人 这是一个工地的老头 他可可工地挖出来 工地的老头 在工地挖出来的 对 然后卖给你了 我捡个大漏 捡个大漏 我的天呀 老哥 你这花多少钱买回来的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买一个今晚 还是乾隆年间的 我相都不该相得价 我的天呀 老哥 我以为要二百万 他给你申个二 他说两钱的时候 叫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的天呀 老哥 你这咋想的呀 咱就不说 是不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了 就是如果说 这是今晚 金的 那两千块钱 你觉得能买到今晚吗 我接路啊 我觉得现在黄金啊 一下五六百块钱一克 你两千块钱买个金 另外差不多 给你说老头 他年龄大了 他不懂 年龄大了不懂 就是年龄再大 他也知道 这黄黄的是黄金啊 我刚才都跟你说 我接路来了 简陋来的 你花最少的钱 办最大了事 老哥意思今天 要拿着这个金碗 卖给我 卖一个亿 然后你去香港 买房子 你可说对了 哈哈哈哈 老哥我跟你说 笑啥 不是不是 老哥我跟你说啊 首先 你肯定是被人骗了 你不要感觉 这金黄金黄的 就是黄金 咱说句实话 老哥 如果这东西是真的 乾隆年间的 还有落款 这东西就得是国宝级的 对 但是这东西很明显是假的呀 老哥 不可能假 首先啊 你看这么厚 还是一个金管 如果是金的 这拎在手里 沉甸甸的呀 这重量差得远 我觉得最多 这算是个铜 你听听这声音 你别给我咳烂了 假之联征的东西 你给我咳烂了 那是那是 不能磕坏了 但是这个工艺都不对 首先他这个战克 如果说在清代的时候 肯定不是这样的 战克是往里面凹的 这往外凸 那就不对 先来随品稿 不不 跟以前的这个做工都不一样 还有这上面的这个宝石 我摸了一下 暖和和的 这就说明这不是宝石 这是缩链 好 打住 你都看看能给我多少钱 你先摆国 摆猛 你摆猛 我都本人都是猛老头来了 你再猛我都没啥意义了 那行老哥 那我就话实说 就这东西在古玩街上 最多这算镀金 然后呢 像这个做工也一般 并且这是倒出来的 跟那个战克 一点不沾边 像这个东西在古玩街上 我估计啊 一两百块钱 多少钱 一两百 我两千块钱买了 你给二百 我就说呢 能找到那个老头 给他退了 抓紧时间退 我看您是不懂 我这我准备上香港 买农仪了 买房子了 你给我二百块钱 你打骂谁了 那你这样老哥 你去香港卖吧 好吧 我肯定得去 有人设备做了 给我吧 我看下来到毒了 我弟弟去捅你了 挖出来火也炸了 古钱笔 你给我看看 这个值钱不值钱 我看 这挖出来的 好像都是银元啊 这样 我先上手 瞅瞅 这银元不银元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臭烘烘了 我也不想要 我弟弟给我 这看起来 这可都是老银元啊 我先瞅瞅 我先瞅瞅 这是原大头 三年的 绿袖包浆 果然是挖出来的 这要是家里放下来的 一般不是这样的 传世包浆 没有绿袖 很明显 这确实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刚才听你说 这是挖下水道挖出来的 对对 挖下水道挖的 你弟弟 对我弟弟挖的 挖出来多少 挖出来大概有一罐 一百多块呢 一百多块 对 我的天呀 一百多块 这可是发财了 真的吗 我给你讲一下 这都是小头 这边是大头 小头可能便宜点 这上面是孙中山 壁面上有没有伤还看不清 因为这个包浆比较厚 但是像这种包浆吧 它不是腐蚀包浆 对它的价值影响不大 你就按这种普通的这个小头 像这种绿袖的一块啊 我们现在收一般都六七百一块 像这总共是好像是五块小头 一块给你按六百算 这五块也三千块钱了 那么贵呢 这大头价格更高 像这样的大头 一块我们收一千 这等于说给你这七块 这加在一起最低是五千块钱 那么值钱 那可不行 我要回家给他要 他就给我了这几块可不行 你弟弟挖出来一百多块 对 我的天 店员还得分一半呢 那是那是 亲弟弟嘛 是不是 亲弟弟呢 咋弄都好说 挖下水道 能挖出银原来 这这很少碰到 你们那老房子 估计是以前的地主家吧 那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听完爷说 俺之前俺村里边 全是有个地主 有个地主 对 他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那我估计啊 就是你们那村里面的 以前老地主留下来的 你说为啥 你就是搁那个 破石旧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地主家的房子啊 地啊 都给分了 分了之后 有的就是地主害怕 把这银原给没收了 然后他们就会 把这些东西 买到地底下 所以现在你看 很多这个家里面 挖出银原 就那种绿秀的 这种银原 其实都是 很多都是以前 地主留下来的 这样呀 你要这样说的话 你还可以回去挖一挖 因为之前 我碰见一个 人家在家里 挖那小菜园 挖菜园的时候 银原没挖出来 铜钱铜板也没挖出来 从里面挖出来一个大银钉 银原宝 银原宝 就那五十两的大银原宝 那一个 一二十万的都有 不过这 你这银原也不少 你看 一百多块银原是吧 对呀 你一百多块银原 全部都是大头小头 我估计最起码 也是十万以上的价值 那可发财了 那肯定是发财了 这样你回去问一问 那今天这些银原 你是准备出手 还是继续留着 卖了吧 我就这里先卖了 我回去 华家华原地 给他买这银 叫他手里边 再给他要过来 买点礼物 可以可以 反正是自己亲弟弟呢 咋弄都行 那行 那这些东西 我就先收下 好 我再瞅一眼 我再瞅一眼 没事 主要是啥吧 因为我刚才给你报的 是普通版别的音源 我看里面有没有带版的 如果带版的话 价格更高 能明白吧 你像小头的版别一般 无外乎几种 就是三花版 或者是双日开 单日开这些版 不过我现在没看到 看起来好像都是普通版别 哎呀 不过这个品项都还可以 只是包姜的秀比较大一点 没有啥特殊版别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吧 我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没啥问题 我给你算一算吧 好吧 你好 想弄点啥 我的相亲啊 想一百多个了 这总一找到一个 真正有钱的人了 相亲相一百多个 对 找到一个有钱的 那肯定了 你看 这都是穿甲包啊 这都是老铜钱啊 对呀 这都是以前的股东 那是 我看这上面 这铜钱一般 都最起码得几百年了 对呀 你想想 这一个无钱 你看这那些 没有二三百个吗 一个五千 对呀 一个铜钱价值五千 对呀 你看那二三百个 不得一百多万吗 一百多万 大肯定了 现在年轻 哪有下一百多万 彩礼的 哦 你老公给你 下一百多万的彩礼 你不是的 那当时 不是说 下五十万彩礼 哦 讲好的是彩礼五十万 对 那也不少了呀 是的啊 按照说好了 嗯 但是呢 到下彩礼的时候 按这个男朋友说了 嗯 他家里面又没放 还在装修 到这家我们结婚 滚礼下来不得花钱吗 哦 那是那是 说的手筒有点紧 哦 他给他爸妈赏凉了一些子 叫他这穿甲包 先暂时放我这 底彩礼 底彩礼了 你的意思就是拿这些铜钱 底彩礼了呗 对呀 是这道理吗 是的 我先打开看看啊 可以可以 我的天呀 这么多 你刚 我刚才听你说 这一枚能值五千 那肯定了 这从哪来的能值五千啊 这党是 啊 未来的公公婆婆 都害怕我有这个顾虑 不相信吗 是吧 哦 怕不值这么多钱了 对 他转门找了一个 就我这儿通签的人 哦 人家党是 都买中两倍 一万块钱 哦 当时有人 花一万块钱 买了两枚 对啊 那不是五千一枚吗 我的天呐 这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啥啥误会啊 你当时拿着 里面给的现金 给我了都 哦 现金 一万块钱 现金都给你了 对 嗯 这这这这 咱这个 这这一枚值五千的 这次是 咱现在不说啊 你既然来我店里了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 这铜钱 这一看就是老的 对 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的对啊 一眼开门的 老钱 老铜钱 但是我看这上面 可都是宋代的铜钱呀 他培养拿带的 是不是古代的 那是古代的 对啊 宋代距今 大几百年了 那肯定了 那不是太值钱了吗 不是 这个铜钱不是说 时间越久 他越值钱 嗯 宋代 那时候啊 咱们当时中国的这个经济非常发达 铜钱的铸造量非常大 所以他现在的存饰量也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价值就不值那么多钱了 你说一个五千那还了得 就像这种 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北宋的这种铜钱 很常见 像这一个 哪可能用五千啊 我觉得像这一个三块五块的差不多 三块五块 对啊 老板 你这手不急 你这样说的 人家正是把你给五千一个拿着量 我就说呢 这这这这咋碰见 说人家给给五千块钱 就买走一个 这中间 这这这弄的 这会不会是 你这未来公共婆婆给你下的套啊 那有没有可能 买那两枚铜钱的人 他们认识 那你说这 那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那俩人 那你这今天拿这铜钱 这要来干嘛 我想卖了 卖了 对 那我这不收 你这五千一个谁敢收啊 对不对 你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或者是我对铜钱 可能不太了解 我主要是搞淫源的 你这样 你找一个专门玩铜钱的 你再问一问 多问几家 好吧 别弄中间弄出来什么误会了 是不是 因为你公共婆婆说 这一个 只五千 这一下一大堆 这这这 这一两百万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这说的对 那你弄了半天 你是不懂这东西 对对对 有可能我不懂 我还还装起来 装起来 还给我装起来 对对对 这这 这一个五千的吓人 这吓人 人家都没多厉害了 你还吓我 这这这 装起来 装起来 你再问问啊 多问几家 多问几家 老丈人要是再生病了 我再给他那一份钱 我都是个霸锤 老板 你给我看看 这个银元支朵钱吧 老丈人也是爹啊 呃 老人生病了 咱该给他看 得给他看啊 但是跟这个银元有啥关系啊 我先上手 瞅瞅你的银元 别别个吹子 别叫我快气死了 啊 你赶紧给我看看 这关支朵钱嘛 哎呀 造壁总场 PCGS XF97的造壁总场 龙林也非常好 字口也非常清晰 反面 哎呀 字口这里有点包姜 不过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啊 这是碰到啥事的 这么生气 你是不知道 这俺老丈人嘛 前一段时间 他舍病了 哦 这舍病了 主院了 这俺小舅子吧 他不给家来 哦 他不给家来 这不带俺给俺媳妇 还不带过来梦 对呀 这家伙 里里外外 也就是话十来万了 呀 你说这两年 好情还都不好 俺没有欠 那你这挺孝顺的呀 这 我刚才听你那话意思 很生气 这是啥情况 你说俺还那些欠 到最后 他这出院的时候 他不是有那医疗保险吗 他报销了一部分 哦 他报销了一部分 这钱不应该关给我吗 我也没有钱 这钱都是我给人家借了呀 哦 他这报销了 钱了 他给小舅拿着去买个车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你的意思就是 前一段时间 老丈人生病了 嗯 做手术啥的 花了十多万 嗯 中间你这边 钱紧张 然后也给朋友借了一部分 对啊 现在等于说是医疗保险 报销之后 退回来的有钱 是啊 你说这退回来的 他不带给我 叫我叫人家仗给人家欢了吗 那是啊 那等于说老丈人 没跟你说 然后直接把那个 报销的钱 给小舅子买辆车 嗯 哎呀 这事弄的 那确实老丈人做的不地道 以后不可能再关堂事了 嗯 看这事弄的 那跟这块银员有啥关系啊 老哥 你说我这给人家借了钱了 这人家我要了 我不得给人家欢吗 那是那是 这一下子我上南东那些钱吧 是不是 对 这不是这个币 我是准备给RNR留了 穿奖包 哦 这是你之前买的 嗯 这我都买了十几年了 我都没时间冻过的 哎呦 买十几年 那时候估计买的非常便宜 那时候买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 大概四千块钱左右 买的 十几年上了 四千 嗯 我的天 四千买一个照比总厂 要现在买 不可能有 啊 呃 我看了一下 这照比总厂 并且你 我看你已经PC 苹果级了 虽然没给分 状态非常好 嗯 像这个我估计现在 应该是两万左右 你的意思 现在是想把这个出手变现 那就是B面上有包姜 这个PCJS呢 也也已经提示了 他这个九七 九七这个标号的意思就是B面有包姜 他如果没包姜 嗯 像这种状态 我估计啊 能给个四十五分 要是给四十五分啊 能值个五六万块钱 但是这没给分 价格差异就非常大了 虽然状态非常好 也最多给两万块钱 这样吧 你这碰到这种事 我给你多拿一千块钱 两万一 行不行 总总总 那都谢谢你了 你看我这还是没办法 实在是寄 呃 这个是你刚才听你说 这是给孩子留的是吧 呃 本身是给孩子留了 这都没有车里动啊 哎 这没关系 呃 这东西也不是说很难见到 呃 以后有钱了 手头宽裕了 到时候再给孩子买回来 不就行了吗 是吧 谢谢你了老板 那行呢 行呢 行 哎 我把这个收起来啊 行 哎 啊 损子啊损子 你看 从小都有本事 从小就有本事 嗯 那跟大爷您说的这个宝贝有啥关系啊 一 一二个 零路啊损子啊损子啊损子啊 没有事了 上河沿干净 挖野菜 在河边 挖野菜 嗯 你的意思 这俩东西是挖野菜的时候挖出来的 嗯 啊孙女给啊孙女挖出来的 这看这上面没有土啥的呀 我吸了啊 你看这不是还都在没有吸干净 哦 都在没有吸干净 挖野菜的时候 嗯 挖出来两个银定 嗯 孙女给啊孙女挖出来的 孙女 孙子 嗯 哎呀 那怪厉害 哎呀 这可是古代的银定啊 大爷 这就 银定 哎 老百姓家都说银元宝 哦 银元宝就是这样的 哦 这不对吧 啊 我看电视 看那个 那银元宝看了 比这好看呢 那是 电视里面那都是道具 比这个要漂亮多了 嗯 因为那电视里面啊 那种道具是现在做的 做工比这好得多 嗯 这正儿八经是古代的老银定 古代的老银定 其实就这样 丑不拉几的 因为做工比较粗糙 就是交注而成的 能明白吧 并且他这个银定啊 也分好多种 像这个呢 你看这上面没有落款 也没有字 所以这叫民间的银定 又叫素银定 就上面啥也没有 就是老百姓使用的 这种银定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官服 以前官服 有交税啊干啥的 那种大银定 五十两的 那种 那属于官定 嗯 还有就是有的这个 以前的钱庄 你知道吧 嗯 钱庄有时候自己 也弄这个银定 它属于桑定 那上面都有落款 不管是桑定也好 官定也好 那上面都有落款 嗯 就老百姓自己弄的 这种银定的 它就没有落款 哦 没有落款 但是虽然说没有落款 这也算是捡到宝贝了呀 啊 捡到宝贝了 那我给那个店 那也多管 几天的 跟那个店说 嗯 官定十块钱 二十块钱来 多少 官定十块钱 二十块钱来 能值十块二十块 人家想给你买走 嗯 你没卖给他 没有卖给他 那不能卖给他 刚才就说了 这是银元宝啊 咱不算古董的价值 就说银子吧 这一个我估计得 得个一百多克 肯定有 嗯 是不是 估计这这这就是 估计五两左右的银定吧 你五两左右的银定 一百多克银子 现在银子都六块钱一克了 那你怎么可能说 十块二十块啊 是不是 我估计他是看到 你挖到这东西了 想给你便宜收住 对呀 我不懂啊 嗯 那不能给他 我拿着油嫩层 那是呀 不是我的 十块二十块钱 我买的就 拿着碗 那是 这不单单可以拿着碗 还可以当传家宝 哦 能明白吧 嗯 这从这个造型上来看 应该就是清代的 嗯 像这种 现在我估计啊 一克应该在二十到三十左右吧 二十一克肯定没问题 哦 这一百多克 你就按一百克算的两三千块钱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错了二十块钱 我牛麦子都没有给他 那不行 你十块二十块的想买这个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对呀 我就按孙女儿孙女儿 拿着碗 你还别说 那你孙女儿孙子 这这运气还真好 嗯 你挖个上河边挖个野菜 都能挖出这古代的银元宝来 那果然是 哎 有福的这个命啊 是的呀 那这这两个东西 呃 大爷这两个东西 今天是准备继续留着 还是出手 那我留着吧 啊 我留着成 按孙女儿 按孙女儿 以这一个 那行 放 那可以可以可以 这绝对可以 这有意义啊 好 自己亲手挖出来的宝贝 啊 哈哈哈哈 那行 那行 还留着吧 留着留着留着 东西没问题啊 十块二十块的 千万不要给人家 那可就给了 哎 对对对对 那老公他奶奶 真是口门的狠 第一次见面 给我拿了啥破欠 你把我看 知钱不知钱 不知钱了 我闲闲都给老公离婚去 我看您手上 拿的好像都是银元啊 这样 我先上手看看 行吗 下种姻缘 看着错了 也不值钱了 啥玩意儿 哎呀 都是袁大头 不值钱 倒不至于 我看了 这都是民国的 袁大头姻缘 挺不错的 一眼开门 老货 呃 刚才听你说 这是你老公的奶奶 给你的 嗯 呃 这也不错呀 给的这姻缘 我觉得挺好 为啥要给你姻缘啊 刚才老公结婚的时候 他奶奶不是身体 年龄大了 没有过去参加 哦 身体不好 嗯 没参加你们的婚礼 嗯 等于说老太太在 老家 对对 哦 呃 这现在是 等于说你 你和你老公去 看老太太 对对 看望老人 哦 也 逮了一丈 我明白了 等于说是第一次见 你老公的爷爷奶奶 对对 是不是 对对 哦 这等于说 这是见面礼啊 也不知道算不算 反正给他逮一上了 我心想他第一次见面 不得有见面礼吗 俺那边的规矩 都是最少得一万块钱的 哦 你说见 就是新郎的爷爷奶奶 嗯 啊 第一次见面 见面礼都是一万 嗯 最少一万 最少一万 那多了 那更多 对 我的天呀 你们那这个 见面礼还不少 对啊 那等于说就 哎 还有一个龙羊 等于说老太太 没给你那一万的红包 嗯 然后给了 这几块银元 跟他逮了一上午 也不说给俺签那事 啊 口门很 口门 就是啊 呃 那 给银元也一样啊 他刚开始没给 逮了一上午 我心想着 嗯 这是不是不给来 咱那口门啊 哈哈 走的时候才给 嗯 走了 然后还走了之后 然后老太太走过来了 然后手里面捧着 一个手上全是 哎呀 不知道能撒粪呀 还是涂呀 脏巴基的 对脏巴基的 给我 我也不想要 不想要 后来跟老公说 快拿着吧 老人讲了一点心意 那也是啊 老人给的东西 你不能说不要啊 不知道啥东西 想着知不知钱 破玩意儿 手里拿着 手凑了给让 哎呀 我都不想接 我回到家 哎呀 问一下 我都想吐 我告诉你啊 咋个事 吐了巴基的 跟厕所味一样 哦 就是银元上 哎呀 新家的肯定不值钱 不值钱 先给你讲一下啊 老太太 其实对你不错 也不抠门 为啥 像这种银元 它不管它有没有味道啊 这种银元 一般放家里啊 都是传家宝 我刚开始就说了 这是民国的东西 放到现在 一般都是一百年以上 哦呦 并且这是银元 它就是银子做的 这一块银元 我估计 只要壁面上没伤 怎么着 不得一千块钱 呦 那还错 那是啊 你刚才说 这个 肩面里 你们那规矩 都是一万块钱 是吧 最少一万 那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十几块吧 一块 三块 五块 八块 十块 中十二块 十二块 里面除了这个龙羊 这有十一块 都是大头 一千块钱一块 这十一块 都一万一了 另外再加这个龙羊 江南甲城龙 其实很常见 但是啊 江南龙有一个啥呢 一般江南那边 这个龙羊上面 很多都带戳戏 我们行内有一个老话叫 十个江南九个戳 一般都带戳戏 像这个没戳 字口还全都深打 像这个 我估计没个三千块钱 也买不着 加上这一万一 这就一万四了 嗯 那还错过 对啊 不比给一万块钱的红包好吗 那谁知道啊 刚才以为不知见 有臭有长的 老公一直说 他奶对的 好 我心想着 好啥好嘞 亲自就骗了 正都没给他回去离婚 别别别别 不能说因为这个离婚 变这些不值钱 咱也不能离婚 是不是 另外 刚才说了 他的一个经济价值 再说一下 他可以当传家保留着 这些东西咋弄 那我拿着呗 拿着 不能离婚 不能离婚 是吧 本来还想离婚 行行 你觉得张到时候 拿个纸 拿个布包起来 是吧 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没事 咱修你俩 因为这个阴定 打了突破血流了 老板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把他一分为二 老哥 我看您拿的 好像是银元宝啊 对 要一分为二 嗯 这样弄开啊 这是碰到啥事了 来我先上手看看 今天必须把他锯开 你就是拿个锯 出总年 一分为二 必须再弄开 必须得弄开 哎呀 这五十两的大银元宝银定 锯开那多可惜啊 这是碰到啥事了 一点都不可惜啊 这是完页 这上一次给我了 老爷子给你的啊 那你这锯开干嘛 还有个弟弟的啊 他现在知道这个事了 哎 因为这一个总盈 刚俩一闹了突破绝对大家打来 我也想啊 全是礼礼 都那边赢 也不知啥钱 直接给他一分为二 哦 意思 老爷子 有一个银定 银元宝 给你了 对 你还有一个弟弟 也不愿意 也想要 现在因为这个打架了 对 哎呀 那兄弟俩 因为这个打架 确实不合适 你说对 现在你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 直接截开 截两半 哎 一人一半 很公平 那确实 那些截开的话 确实一人一半 很公平 但是老哥 您听我说一下啊 咱这个银定啊 应该是宣统年铸造的 这已经一百多年了 是不是 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属于古董 再一个银定 五十两的 这东西非常少见 古董都讲究一个完整性 你要是把它锯开 嗯 那对他的价值 影响非常非常巨大 不 啊 没事 去开吧 去开 我想问一下 这老爷子 从哪弄的这个 家传的吗 这些东西都是国军阿姨 以前收破烂 收不来的 收破烂 收回来的 以前他手撕来个的 老爷子以前 是收破烂的 然后收了十多个 这种大银定 哎 因为前几年盖房子 那安东西 统统都慢慢卖了 卖了 就剩最后一个 就剩最后一个 嗯 然后这个给你了 哎 给我了 我的天呀 你按道理来讲 确实你得给你弟弟弄一把 老爷子都在一个 他一话给过了 对啊 我笑的 哦 他有啥不得劲了 我都给他个儿照顾 嗯 风天过去 来给他钱 哦 但是俺弟的 他是在外面的 他长年不在家 长年不在家 不回来 所以说闹了病 明白了 明白了 等于说平常老爷子 是你照顾着 对 哎 你还给老爷子拿钱 哎 老爷子觉得 这个银定就给你了 哎 现在你弟弟不愿意 嗯 你这样吧 你现在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 反正是不能因为这个生气 哎 然后 劈开 要分你弟一半 对 我给你出个主意 嗯 这个银定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 宣统年 虽然不是关顶 但是这是个桑顶 字口非常清晰 并且 背面的这个风窝 也非常好 少量的金珠挂体 品相啥的 还非常不错 嗯 你要是真是聚开了 真是非常可惜 既然你们俩 都是说好了 分嘛 对 是吧 呃 你不如把它卖了 嗯 你们俩兄弟啊 直接分钱 这东西本来是 让业留给我了 啊 呃 充统年 以粉模样 去牌 教堂的那一半卖了 我来不卖 你的不卖 你要留着 哎 留个念想 对 哎 你刚才就说了 你要是真是聚开了 对他的价值影响 非常非常大 因为古董都讲究完整性 啊 你不如这样 因为这个银定啊 现在大概也就十万左右 是吧 对 据牌一个人五万捕头了吗 你去开了 我跟你这样说 嗯 就这一半 你别说五万 两万也卖不了 哦 明白不 那刚才就说了 他得讲究完整性 他只要不完整了 他就没啥价值了 我明白了 啊 你要是真是手头宽裕的话 嗯 你把你弟喊过来 嗯 给他说一下 大概的情况 他的价值 你不行给他拿五万块钱 你说了也是 你这一说 我那都给那个 博云建制 这是大老东了 对 一挖四中 四天公 对 别回去想着什么 去开或者啥的 那真是太可惜了 对对对 你说了对 谢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给家了 我差点 我给你砸我 谢谢 没事没事 你好 想弄点啥 古代的白金金砖 你想过没有 古代的白金金砖 嗯 古代的白金金砖 对啊 我懂一 你先坐这 先坐这 没听说过古代有白金啊 古代有黄金 有白银 哪来的白金的金砖啊 那时候我跟你说吧 以前的这个古代的白金啊 很多人都没有发明都不知道 你听谁说的呀 这 我听老人讲的 老人讲的 嗯 那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我在深圳那边收破烂 收了一百块针 深圳 嗯 打废驴收过来的 深圳 对啊 在深圳收破烂 嗯 当废驴收过来 嗯 一百垃圾 对 一百块这样的 嗯 八块钱一斤收过来的 八块钱一斤 当驴收过来的 对啊 收了一百块 我的天呀 这一个正好是一斤 一斤 嗯 那拖着 确实有 有重量感 嗯 估计 确实得有一斤 一颗也不差 一颗也不差 嗯 我逞我 这谁家 这么傻叉 当驴 卖给你的 一个老太太 她根本都不懂 这些东西 她说是驴 驴 她说是驴 我看出来不像是驴 她说是驴 我都打驴收过来了 那肯定不是驴啊 驴轻啊 就这么一块 要是驴的 我估计两百克 也不一定有 那没有 啊 我某种量不一样 我也乘正好一百个 正好一百斤 我一乘都是白斤 不是 你先别着急 白斤白斤的 你古代哪有白斤啊 古代没有白斤 这个东西也不是白斤 白斤是暗白色 颜色都不对 这是紫白色 这是白银 白银也懂啊 白银也值钱啊 我就说呢 你这当驴收回来 一百斤 这银砖 开什么玩笑 你这 这不是发财了吗 你再一说 我以为是白斤的 更发财了 不是 白银我也发财 不是 你这东西 到底从哪来的 这是收不上 收不上 收不上 能收出银砖来 你咋不收近砖呀 你不相信 我当驴收来的 八块钱一斤 我抓着记录都有 下来连夜都从深圳跑过来了 拿着东西跑过来了 我可能在今天我都没敢买 你听我的 你把这东西还拿回深圳 找找那个卖给你的人 这肯定是有问题啊 我跟你说 他还找不上我 我也找不上他 不是 你是收破了的 现在可是都开始玩金银来了 一会白金 一会白银的 还当驴收回来 这银砖 你开什么玩笑的 我是骑着三十个大姐儿游 他看见我了 他乱我进他家的门口收来 所以说 一百斤 刚才没有联系 花多少钱 八块钱一斤 八百块钱吗 一百斤 八块钱一斤 一百斤八百块钱 我的天哪 这 这是开什么国际玩笑的 你赚多少钱 现在银的大盘物 估计应该在六块一克 这一斤是五百克 对啊 那这一斤就是三千块钱 那我买了 你这一斤三千块钱 你这一百个 一百斤三十万吗 那 可不就是三十万吗 但是这东西 这吓人啊 我八百个钱没了 我这么 这么赚 我一想赚二十九万 怎么 那你肯定了 不过你这东西 肯定不是老的 现在的东西 不是老 没有老气 那现在也别 并且是现在的 还是纯银 足银 你看这 从这个银文上来看 那肯定就是 含义量比较高 才是这样的 你要含义量低了 不会这样 你也别说这 这温柔 这啥了 你说那么好 你收不收 收不收 我不收 这东西来路有问题 我不是偷了 不是抢了 这个你放银 你不管是偷的抢的 或者是你当破烂收回来的 这东西我都不能要 我这 开我开啥玩笑 你是一个收破烂的 你收一百斤银砖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那不是很正常吗 可谁那有钱人多了 什么啊 有钱人没钱人的 我不知道 你听我一句话 老弟 嗯 你还收你的破烂 把这东西还退给人家 或者你找警察 你说梦的吧 我一辈子遇不见 这好事 反在这事 我说干多少年 我给他送回去 哎呀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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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几用钱 你看这两样东西 关国换一万块钱不关 我看你手上拿的是 黄金手镯 还有银元 两样东西 要换一万块钱 对 这样 我先上手看看 行吗 因为假的外国机事 确实 你裹一万块钱 这两样东西都是您了 哦 小头 黄金手镯 两样东西 要换一万块钱 PCGS XF92的小头 哎呦 还是一个上五星版的 这东西可不便宜啊 从哪来的 这是我签的件 花一千块钱买的 花一千块钱买的 对 花一千块钱买的 我的天啊 你对银元不懂啊 这个黄金手镯呢 黄金手镯是 我之前给女朋友买的 现在粉绒了 我也要过来了 给你女朋友买黄金手镯 我这看你年龄也不大呀 啊 买这么大的黄金手镯 这黄金手镯也不像小女生戴的呀 你这肯定是中间有问题啊 其实从银元上我就能听出来 这银元肯定不是你的 为啥 普通的一个小头 你要说花一千块钱买的 我肯定相信 还是XF92的 但是这个小头可不是普通小头 这是上五星的 普通的是上六星 然后这个上五星的小头 XF92 虽然没给分 但是状态非常好 两边的花枝 人像 字口 都非常清晰 底板 磨损也非常小 说明流通痕迹很少 这种上五星 你知道现在这一块银元 能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 每一个五六万都买不着 五六万 能明白吗 挣这钱吗 那你这还两样要一万块钱呢 这个银元咱就不说了 还有这黄金手镯 我拖了一下 这黄金手镯 我估计啊 得五十个上下 现在黄金五百块钱一克 这也得两三万 你这两样东西卖一万块钱 你这到底是干嘛使的 老板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银元呢 是我哪里的爸的 你父亲的 对啊 爸的 俺家还有十几个的 爸说的 都我一个儿 到面的都是我的 那这个手镯呢 这个手镯是阿玛的 我哪里的阿玛的 手镯是你母亲的 银元是你父亲的 对 现在要换一万块钱 你换一万块钱 到底要干嘛使啊 我现在不是上学了吗 上学的 俺同学都用苹果手机 最新款的 不是那个 15 Pro Max 我也想换一个 得一万块钱 你也想换一个手机 那你直接找你爸妈呀 你不能说你 这拿着银元 还有黄金手镯出来卖呀 我给他爸妈说了 他不给我钱 不给我钱 我只能拿拿着东银 那你拿这个银元 还有黄金手镯的时候 你父母知道不知道 这不以后都是我嘞 你的意思就是 你父母不知道 不知道你拿这个 没说 不不说 没说 那这就东西都不是你的 你这种行为 有句老话说的好 你这种行为叫 不告而取 似为贼 虽然是你父母的 你父母没给你的时候 这东西还是你父母的 明白吗 现在你偷偷拿出来卖 这就叫盗窃 能明白吗 自己家努力 我知道你自己家的东西 刚才你也说了 你父母就你这一个儿子 是吧 这银元 家里面都是传家宝 那以后肯定都 这东西是你的了 但是你现在还不是你的 能明白吗 还有啊 刚才价值 我大概已经跟你说了 不要再拿出去卖了 再卖 到时候 你父母一旦报警 你肯定有事 能明白吗 学生是吧 高中 高中这个年龄段 现在应该是 好好学习的时候 不是跟那个同学们 去比谁穿的好 吃的好 用的好 这没啥用 你真是长大了 大学毕业以后 挣钱了 那时候你再比 不晚 东西还拿回家 能明白吗 老板 这种意义 你给我一万块钱 你都不要吗 我不要 不要 你别说一万 一千我也要不了 我真要是要了 那性质都不一样了 我就变成收账物的了 东西 好好的 跟你爸妈拿回去 明白吗 不要 不要 我再上其他点看了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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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想弄点啥 老板 麻烦你个事 你给我看看 这一个小东西 整万值一百万吗 一个小东西 能值一百万 我的天 这都是啥 看起来像银行 中华民国八年 没五枚当议员 两脚的大头 八年的没听说过 我的天 民国二年的大头 我看看都是啥 我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这一般就是台湾的什么军饷 是大个的那种意兆币 我还见过 这种小的还头一次见 咱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个东西是按二 拿回来的 搁家好几点了 我也不懂这啥东西 你看一直跟他搁住 一直以为是一个小硬币 也没有在意 然后昨天晚上 我看他那个甲章 然后有个甲章说了 这个东西是他家的 看是谁拿走了 或者是咋弄了 说这一个小东西 独自一个都值一百万 一个值一百万 你的意思就是家长群里面 其他家长说的 然后我回去 我独自一看 我赶紧问二 我刚才说了 给他一个管理可好的 一个小朋友送给他 小朋友送的 那小朋友估计就是 偷偷拿家里的 那应该是了 然后他说值一百万 我都说了 这我也不懂这东西 请过去问问 看看这整次一百万吗 这一个 哎呀 这咋说呀 这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就是银豪 就相当于小银元 大个的那个圆大头 我估计你见过吧 是嘞 那我见过 这就是小个的 就比如像这个 大头 这是两脚的面值 确实有 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年份 真没见过 像八年 还有七年 二年的 没见过这样的 你包括这个 我的天啊 这个更厉害了 三西省造 光学元宝 也是两脚的银行 说实话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 没听说三西铸造的 有银元银豪啊 三西省当时 在晚清的时候 也就铸造过铜板 没造过这个玩意儿 我的天 这也更厉害了 这有点瞎扯了 这地球币 不行 家长说 一个值一百万 这总共是多少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这九百万 开什么玩笑 我跟你这样说 把这东西 还给家长 你给他说一下 再咱家 给他送回去 这想讹人 这都是假的 就听着声音 我感觉这连银子都不是 这里面都是一照片 就比如说这些大头吧 大头的两脚 确实有铸造过 一般有三年的 五年的 这两个年份 其他年份 没有 包括这上面 这孙中山 十五年的 还有这个地球币 还有这个台湾的 这个是啥 台湾军饷 还有这21年的 这个小传扬 这都属于一照片 在民国 在晚清 根本就没有铸造过这样的 这等于说是假的 古玩街上的东西 他说只一百万 你瞎胡闹的 这要是真的 如果是老的 你别说一百万 一千万也买不着 因为这就没有 没有这样的 这有一个也得肯定是孤品啊 对不对 那些糊弄人的 估计可能就是小朋友 拿着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玩 然后想找呢 现在想吓唬人 是不是 那种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他没饿住我了 那行那行 肯定不对 肯定不对啊 好 辛苦你了 老板 你好 刚才是咱们说 要出手银员是吧 是的 我帮我看看 行行行 哎呀 这都是老银员啊 传家宝 我看这都是原大头 这肯定是老人留下来的 这不是老人留下来的 是个邻居 邻居的银员 邻居的银员给我了 呀 这邻居的银员 怎么给你了 是卖给你了吗 不是 我做账 做给我了 底账 对 邻居欠你的钱 也不属于欠嘛 只是我给他看病 给他店上的钱 看病店上的钱 对对 这是啥情况呀 情况嘛 是一个邻居 七八十了 一个老婆 哦 一个老太太七八十岁了 她有瑞丰丝 哦 她家的儿女 都给外边的 给身边 哦 她 她呢 捕完周路了 你看 邻居被抬了 哦 你用她去看看 就是说医生的 这几天 那几天 几千块 她抖了只跑了几百块钱 这个钱 我给她店了 哦 我知道了 等于说 呃 你邻居生病了 对 你带着老太太 去医院看病 对 然后 她没钱 你给她店上了 对对对 店了多少钱 店了三千多块钱 店了三千多块钱 对 呃 店了三千多块钱 她也不至于把银员给你啊 店了三千多块钱 她给她儿女打电话来 儿女都不愿意出这个钱 也都不回来 你说有儿子 有闺女 对对对 连回来都没回来 对 也没出钱 也没出钱 哦 老太太最后没钱了 对 没办法 然后等于说 把这个银员给你了 算是抵账了 对对对 我不愿意要 我给她送去联会 哦 你老太太不愿意 那你还别说 你这挺好 这次碰到好邻居了呀 啊 邻居以后 那千年隔离 万年隔世的 那是 呃 我看总共是七块大头 是吧 对对 这样吧 我先给你打打架 行不行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 好像都是普通的大头 没啥板别 不过好在闭面上 我看没啥伤 没啥毛病 像这样的银员啊 我们收的一块 是一千块钱 一块一千块钱 这七块的话 七千 你还别说 你这次不单单 呃 是办好事 你这还赚了 你这不能赚人家 老年人的钱呢 嗯 这如果说只捏钱 我说我来给他调了钱 也扣了钱 还给他 老太太也不容易 别说 是不是 嗯 大姐 您这讲究 有啥说啥的 特别讲究 老太太既然不容易 那我 我这边 咱办事也不能太差了 我们平常收的呢 像这种普通大大头 我看一下吧 普通大大头 我们一块啊 一般收的就是 一千块钱一块 你按正常 就是一千 你这 你说这碰见这种事的 我这也加一百块钱 行不行 一块给您按一千一 那七块的话 比如说七千七百块钱 这样吧 我给您凑个整 凑八千 你把你那个三千给扣了 剩下的五千块钱 你还给老太太 行不行 你本身 你看七八十岁了 呃 儿女也不在身边 这身体也不好 行吧 咱都哎 这没事 你这碰到碰到事了 能帮一把帮一把 行吧 嗯 这那是 这都是原大头 哎 看起来没啥毛病 哎呀 我再看看啊 看看有没有板 有板的话 有啥说啥的 能多给点 多给点 哎呀 哎 刚才听你说 这老太太 儿子 闺女 这不孝顺啊 也谈不上不孝顺嘛 啊 她回不来 你回不来 你拿钱啊 也行啊 这 对不对 不愿意出钱了 不愿意出钱 那 你看这 这不就是不孝顺了 你说 你说母亲在家里生病了 你说 你没钱 你回来照顾 照顾老人也行啊 这现在你 那是呀 你不照顾老人 你还不拿钱 这不就是不孝顺吧 哎 你说你这邻居 这这这 闺女儿子不行 东西都没啥问题 那这样不管 长得飘了人家 那是 个家的条件不一样 那是那是 那确实 嗯 东西都没啥问题 这样吧 我就给你直接算一算 得了 好吧 东西没问题 啊 明豪 想弄点啥 老板我跟你说 我我现在 我发财了 发财了 嗯 这是拿的啥宝贝 宝贝 看 哎呀 大银定 大银定 这五十两的 这 这我都感觉 这都不值五十两 不值五十两 嗯 那肯定是五十两的 这规格这么大 这肯定是五十两的 这上面是啥回事 这我转门验整家了 我转门扫一扫 你看这 白花花的 哦 大银 大银子 你先坐这 你先坐这 我的天呀 这 老银定 五十两的 这可厉害了 啊 最起码只几十万 这可不带几十万吗 你这东西从哪弄的 我跟你说吧 我整个街大楼了 啊 这俺那旁边 有一个手破烂的 手破烂的 嗯 他不知道 他敢拿手来 我感觉这是好东西 他不懂 他他他我的这种意 好东西 我一看这 大银定 这不是股东吗 我花五千块钱 从他手里边 没有来 花五千块钱 从手破烂的手里 买回来一个 就这五十两的银定 嗯 那手不烂的 他都不知道 这是银元宝吗 他手不烂 他只到上 他天天搁那楼地 转转转 他是当垃圾收回来的 嗯 哎呀 我看看上面的落款 嘉庆 九年二月 太古县 我的天哪 跟你说什么吧 我擦了个网上 这网上 只好几十万了 只好几十万 嗯 那要是真品 还是嘉庆年间的 这五十两的官银 那只几十万 确实 肯定是能只几十万 但你这东西 我这看着可不咋对啊 咋不对啊 你看我转门找个师傅 我手揍 你看这不是白花花的吗 这银子 哦 你的意思 就这地方有点花白是吧 对啊 花白也不一定是银呀 不是只有银 才是发白的 嗯 我跟你这样说啊 就从这个这个银定上来看 就这落款 你看嘉庆 这这这俩字上来看 这这不是代表它是股东吗 软绵绵的 隔以前的银定 都是用那种刚硬 招上去的 赞刻上去的 明白吗 那力道非常足 这软绵绵的 并且我这看这些字 我总感觉啊 这像电脑字体 电脑字体你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嘉庆年间 它是清代 电脑 啥时候才有的 对不对 这东西不老 另外 你刚才说这用火烧过 然后我我不知道你用啥 拉了一下 确实里面是白的 但是白的不是银 就这这这个颜色上来看 这肯定不是银 如果说这是银的 你融化了一点 是吧 它最起码 它也是白的 你融化之后 它是黑的 只是你用其他地方 拉的之后才才有白 这就说明不是银 等于说现在啊 银也不是银 然后从这个落款 还有这个蜂窝上来看 它也不是老的 这东西你上当受骗了 拽回来 我说这个手朴烂的 天天赶露地 这几天转转 还转门 它背那标面啊 我估计就是拿着晃你的 拿着晃你的 就从 我跟你说 就从这两个翅膀上来看 这肯定就是假的了 为啥 古代的这种银钉银元宝 它这俩翅膀啊 不是同时完成的 它是 比如说它是有一个潮 有一个潮 把银子融化里面 化成水倒进去 然后它那个潮呢 这样一歪 这边的翅膀就出来了 然后在这边再一歪 这边的翅膀也出来了 所以它俩翅膀 不可能一模一样 能明白吗 那意思 我又想当了 能不能找到那个人 重点 我得回去招招他 你刚才不是说 就你们那一片的吗 是啊 它铁银隔在那边 转着手不来 经常见他 是吧 那你要经常见他 能找到就找到 因为5000块钱 你想一下 这东西几十万的东西 即便不是老的 如果是银的 就这么大一块 得最起码 得将近2000克左右了 就是现在的银子 你5000块钱也买不着 肯定是上当受骗了 好 谢谢老板 我赶回去装上了 没事 没事 没事